贵金属行业生产的新闻 塞拉利昂金属公司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报告 公司在秘鲁矿山亚历克沙的生产率和产量 录得开采以来的最高纪录水平 总的来看 报告总共公布了该公司在秘鲁和墨西哥三大矿山的生产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 安银当量计算 今年第一季度的产量相当于300万盎司 较去年该时期同比增长了28% 亚历克沙矿山银当量增长高达54% 生产率也较去年统计提升了21% 金属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生产率提高 同时还因为开采矿石内银 铜以及新含量的增加 亚历克沙矿山内除了黄金以外 其他所有的金属产量都有增长 同时报告还指出 其在玻利瓦尔矿山所有金属类别的产率和产量增加 但这种趋势部分是为了平衡 酷稀矿山所有金属原料的减产 克隆德克斯矿业公司也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 其在内华达州和加拿大的初步生产成果 并对未来前景进行了预测 该公司开采了57,633盎司当量的黄金 符合预期水平 克隆德克斯分别提取和出售了34,454和33,737盎司黄金 年初受大雪影响 公司在内华达州矿山Far Creek挖掘出的矿石 无法转移至麦达斯加工厂 只能储存到仓库内 导致矿石累计量几乎达到了3.1万吨 考虑到每吨矿石平均含金量能够达到1盎司 那么这会是相当于29,142盎司的黄金当量 如果第二季度里这些矿石都能够在麦达斯工厂提炼的话 这会给公司业绩带来积极的影响 第一季度由2万盎司黄金在远期交易的框架内售出 平均售价达到每盎司1250美金 这也让公司的风险最小化 并为好的业绩结果打下坚实的基础 按照计划公司会继续开发加拿大真北矿山 并逐渐实现满负荷生产 计划的生产量应该能在今年下半年实现 此外霍利斯特矿区的资源分析研究工作 预计会在第二季度完成 公司坚信较2016年同期增长36% 设定在21至22.5万盎司黄金当量的 2017年产量目标将能够实现 第三家我们要讨论的公司是卡利多尼亚矿业 他们公布的是第一季度 金巴布韦布兰吉特矿山的黄金开采结果 在此期间公司生产量约12,794盎司黄金 这较2016年第一季度要多上18% 卡利多尼亚矿业目前继续在为实现6万盎司年产量而努力 此外他们设定的长远目标是2021年前达到8万盎司的产量 公司CEO史蒂夫·库蒂斯就结果评论到 我们今年第一季度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8% 我们预计这样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这会是我们年纪化的一部分 产量持续增长 这是由于大量的沉积物 距离地表不足700米 开采既可以从主矿井进行 也可以通过南部的6个通道进行 目前一切工作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是主持人约翰士泰格 感谢您收看本期宇度高斯贝电视合作为您推出的节目 再见